搭载快舟火箭的特种车辆 必须兼顾运输和移动发射两种功能 根据之前军用车辆的设计经验 李春风很快有了初步的整体构想 但是在设计细节时 快舟火箭随时随地发射的需求 却给李春风带来了一个挑战 快舟火箭确实具有随时随地发射的能力 特别是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的时候 要求它随时随地发射 那么你想并不是说任何地方 都是有良好的这种公路的条件 那么我们在条件比较恶劣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车要能够上山下河上高原 所有的地形都不能成为它通过的障碍 快舟火箭要求运输车辆 在行驶过程中必须保持平稳 因为在运输过程中 快舟火箭和等待发射的卫星 已经连为一体 一般的火箭需要大量的测试加注 这个时间就很长 我们这种测试七天内就可以完成 这个箭上了车以后 就基本上具备了随时随地发射这种能力 我们下车以后